这是一起侦查时间超过一年的特大案件 这也是迄今为止 从组织指挥、侦查思路到信息研判 都堪称经典的一起禁毒案件 其犯罪手段之猖獗 涉及地域之广 缴获毒品之多 极为罕见 1125禁毒报告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假讽的见解 每天呐哟 不逮好 连 Lives 阿国 跟你表现 25号 快 sinking 下海 2015年11月 福建省长庭县公安局民警 在道路巡查时 获取到了一条制毒贩毒的重要线索 警方发现 这条线索勾连的制毒人员 涉及全国多个省份 案情极为复杂 为了摧毁整个制毒网络 2015年12月 公安部禁毒局召集多地禁毒力量 到北京召开案件协调会 部署开展全国联合打击制贩毒犯罪的专项行动 专案代号1125 北京协调会后 各参战省份迅速开展工作 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随着1125案的逐步深入 一个特大制贩毒网络构架逐渐清晰 越来越多的制贩毒线索浮出了水面 这个随着案件不断地延伸 只不把这个网越撒越大 所以这个案件越打越大 也越来越 比如说对这条线的打击 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了 2016年3月 福建警方通过对制毒线索的摸牌发现 一名人称光头的男子跟幕后独销胖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他在云南福建两地之间频繁往返 行踪诡异 通过进一步研判显示 光头近期将从厦门飞绑昆明 警方随即启动处置预案 对光头展开根控 以人力来把他盯死掉 那么当时是安排了 我们这边大概上了将近十个警察吧 24小时不间断的就把他盯住了 3月28日 光头如期抵达昆明 而他想不到的是 自打踏上昆明土地的那一刻 他就进入到了警方的监控范围 嫌疑人入住酒店之后 侦察员们开始兵分两路进行蹲守 因为他是住在靠走廊的尽头 我们就尽量地在走廊的前面 靠近电梯的位置开着房 然后在他的对面有一间 是通过这种猫眼 观察他是否有进出的这种情况 在酒店门外 专案组布下了天罗地网 一刻不停地观察着嫌疑人的动向 当时反正随时在现场 我们是至少摆四张车 汽车大概有两张 随时保持有人以外 另外还有一张摩托车 随时待命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一连几天过去了 光头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这个人呢行为非常反常 每天除了吃饭的时候 会出一下门 然后其他时间 全部都在房间里蹲 偶尔就是看他打打电话 乱七八糟的 没见他跟任何人 有过任何交流 那么这个光头究竟是什么身份 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尽管不知道光头要在酒店折服多久 但是警方仍然保持着 24小时不间断的蹲守 反正很疲惫吧 时间太长 而且陪着他24小时 他可以睡觉 我们也不知道他睡没睡 那么也担心他随时出去 精神又比较紧张 然后就造成的人反正 时间一长非常疲惫 光头的异常行为 似乎向警方传达的一个信息 他这次来昆明的目的 很可能是接应制毒原料 之后再进行中转贩卖 果然不出所料 十多天之后 情况有了转机 光头突然打了一辆出租车 离开了住处 专案组迷警随即紧随其后 从他出现 到我们开车跟上 他打的出租车 应该说差不多已经上了高速出租了 我们才猜到 怀疑他可能是要到物流程去 但是是到物流程接货 还是踩点 这个又不确定 只见光头在物流程下了车 之后就开始寻找着什么 而就在不远处 民警们正紧紧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掌握他的活动规律 然后看他在那个物流程里头 都绕过什么地方 反正都在我们的四线范围内 留意的哪一家的货运站 留意的比较多 或者是盯哪个车子 我们是确定他是接货 直到看到他尾的那张拉货的打车在那绕 基本确定他要接货 只见光头将七个木箱 转移到了自己租用的货车上 然后将木箱运出了物流程 民警推测 这批货物很可能就是制毒原料 麻黄简 随后 侦察员开始对嫌疑车辆进行跟控 可是光头非常警觉 他不断采取绕路 急停等动作 来观察是否存在有异常 对此 富有办案经验的侦察员们 都巧妙地避开了 最后 光头的运毒车辆 进入了一个小区 一个小区的一个车库 那么发现他把货都下在这块 然后又离开 又返回这个物流程 又拿了酒店货 这时候 民警们兵分多路 分别对光头和货物展开监控 当光头返回酒店之后 警方发现 藏匿货物的房间外 一直有人进进出出 并从房间里 传出了嘈杂的声音 根据以往的经验 警方推断 光头的手下 正在对货物改换包装 他这个麻黄简的 怎么说来物理特性 并不是特别明显 它跟毒品的样子 完全是两回事 它的本身的样子 就有点类似于饲料 就是它性状还是差不多的 也是一个进行一个伪装的一个过程 第二天清晨 只见三名嫌疑人 将几十袋货物 装进嫌疑车辆 随后离开 一路上 嫌疑人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不断进行着试探 因为在路上非常警觉他们 反反复复地撤哨 绕圈子这些 那条路它总共的长度大概也就是在两公里左右 但是它绕了将近两个小时 十一点半出来的 到两点半快三点了 它才把车停下来 两三个小时 我们既要掌握嫌疑人的 牢牢盯住它 不让它丢 又怕被发现 嫌疑人的举动 使外线跟控工作一度陷入了被动 最后 指挥部紧急调动警力 通过全体民警的接力跟控 才没引起嫌疑人的警觉 嫌疑车辆开始匀速驶向边境方向 此时 破案条件已经趋向成熟 最后确信下来的抓捕方案 就是由青龙厂的卡点的民警 对前面探路车进行抓捕 前面抓捕了以后 我们在合适的时候 对后车进行抓捕 当嫌疑车辆路过边境卡点的时候 被罢案民警截获 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 查获制毒物品麻黄碱800公斤 当时我们这边抓完以后 光头这边是也准备乘坐客车 前往这个孟莲县 另一组侦察员 则紧盯着前往边境接获的嫌疑人光头 当时我们是有安排另外一组人 在客车上把他抓获了 像这种前前后后总共抓了五个人 随后专案组在存放货物的小区内 又查获了用来制毒的麻黄碱 900公斤 卡费因140公斤 随着光头的落网 他的身份也水落石出 他在此前多次跟随着制毒团伙去当麻黄碱 他还为制毒团伙的老板去帮着运送毒品 交接毒品 那么这次他独立开始散运毒品 结果就被我们抓获了 在审讯光头的过程当中 他表现出一副完事不公的样子 要么一问三不知 要么扯开话题 要么随意捏造 丝毫没有忏悔之意 那么我说你这个行为 你把这些麻黄碱印出去以后 制造成毒品的话 对这社会危害会很大 那么他说是我这种 反正我只要管好我自己的家 我对我自己的家庭负责任的就行 其他的家庭的我没考虑 对于罢民警来说 抓获嫌疑人并非最终目的 让毒贩认识到制毒的危害 并且改过自新 是缉毒工作最大的收获 眼前的嫌疑人即将面临铁窗生涯 而他刚刚出世的孩子还没有满月 你现在被我们抓了以后 面对你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你在里面的这段时间 也是你自己的小孩 最需要自己父亲 最需要一个温暖健全的家的时候 难道这就是你给你家庭的这个 你认为这就是你对家庭尽责吗 当民警提起孩子的时候 这个完事不公义脸不屑的贩毒人员 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听了这个话 当时一米八几的大哥 哇哇地在哭 他那时候我相信他是议持到 把这个毒品 不是说我印语的这种制毒物品 没什么事对不对 实际上这种 只要你从事这个东西 不单是对别人的家庭造成这种危害 对你自身自己的家庭 一样的这种危害是存在的 光头案件的破获 是专案组排查重点人员获知线索 并一举侦破的典型案例 案件的成功破获受到了高度肯定 我想按照斯维斯政府的要求 我们只要是毒品一日不灭 我们禁毒一日不止 也间接打赢舍马制度的攻击战 一定要打赢前售 因为毒品的问题 打下来整个社会治安 刑事案件明显下降 这几年我们就明显下降 所以说这块我们一定要下狠心 来抓这块工具 这是一起侦查时间超过一年的特大案件 这也是迄今为止 从组织指挥 侦查思路 到信息研判 都堪称经典的一起进毒案件 其犯罪手段之猖獗 涉及地域之广 缴获毒品之多 皆为罕见 1125禁毒报告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4月 公安部禁毒局召集八个省份 在陕西召开了1125案件 第三次协调会议 部署全案收网 力争将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 随即 1125N 1125O 1125P 1125Q等案件逐一告破 由此 嚣张一时的特大制贩毒网络 即将走向覆灭 中期和后期 集中的产生战果的时候 就看到那张网络图里面 由最开始出现的一个团火 到两个团火 三个团火 我们先是把它扩展出来 到中后期就开始 一个一个的把它打掉了 就相当于到了丰收的季节 一个一个去把它摘下来 在侦办1125系列案件的过程中 共有全国14个省自治区 超过1000名警力 长期坚守在进度一线 不分昼夜的工作者 与一群职业化的制度贩毒人员 进行着智力和勇气的比拼 我们进度大队 一个大队三十几个人 基本上每一天 在外面出差的 平均十个人以上 有一些帮忙民警 一年365天 这个这个也300多天 在外面 一线的民警随时在外面跑 领导是随时坐在监视器面前看 我们在外的守几点 他们在后台上 他也要守到几点 我同时是几乎每天 都要跟地方的同志打交道 他们非常的敬业 必须要24小时的 在精神上非常紧张 白天就要正常上班 同时呢 可能节假日啊 晚上还得接着做 对于每一名参战民警来说 每一次基督行动 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我们这样付出 也是说 多多少少 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吧 我们基督民 随时都冒着生命危险 这个不是看电影是假的 那是真的 包括我们这些人 我们大药案件都到现场 我们都得 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甚至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尽管禁毒工作形势严峻 但是大家仍然情绪饱满 热情高涨 因为他们知道 毒品每时每刻都危害着社会和家庭 摧残着本应多姿多彩的人生 我的同学里边也有吸毒的 最后针头都没拔下来 死了 那是八九十年代的那个事 老海里边经常浮现出这种 毒品给这个社会 带来的这种危害 为了打击毒品犯罪 扫除毒品危害 基督民警们承担着职业带来的高风险 高压力 承受侦查工作的高负荷 默默坚守着自己的职责 我也是父亲 那么我在想 我这多尽一份力 多打一颗毒品 那么最少能给孩子们多一份安全 让他们利毒品 基地再延一点 再延着延一点 截至2016年4月底 1125案主要团伙基本清剿完毕 只有以幕后毒销胖子为首的制毒团伙 尚未归案 在侥幸躲过了多次打击后 胖子变得异常狡猾多疑 一旦感觉有任何风吹草动 随即迅速逃离 但1125案指挥部 从未放弃对胖子团伙的真控和追捕 本来我们是想 因为这个胖子 其实他平时都是不会出现在窝顶里面的 所以他都是遥控指挥 因为这个胖子 他具有非常强的反正常能力 因为以前我没有跟他打过交道 几次的这个 几次都快到手了这个案件 结果都被他给溜掉 2016年7月 专案组发现 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折服后 胖子团伙开始蠢蠢欲动了 据调查 他们在福建三明和泉州 开始了踩点行动 准备重操就业 设厂生产制毒原料 绣带本饼铜 他这个人 他又非常贪心 做这个绣带本饼铜的时候 他已经赚了一笔 然后你在绣带本饼铜 比如他卖给张三 那他在张三这边 他还要求我 这边你做麻烦是我的路骨 所以他一条线路一直下去 所以他这个人赚了很多不易资产 调查发现 胖子团伙秘密构建了许多原料 并召集了一批制毒济尸 正准备大干一场 专案组得知消息后 立即派侦察员 对运毒车辆展开了跟踪 可是这一行动 却引起了嫌疑人的高度警觉 然后在跟踪的过程当中 这时候他也派出了测烧车 第一个是他运货的大货车在前面 后边有个测烧车 这个测烧车就发现有一辆车辆 好像一直在跟踪他 他们发现以后 他就马上就靠路边停车 然后打开这个故障灯 那我们当时我们这个跟踪的警察 我们也不懂说 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然后突然他们就全部跑下车去 全部跳车逃跑 独消胖子再一次展示了自己非凡的反侦察能力 他不仅指挥自己的马仔迅速逃离 同时 他还通过事先准备好的隐藏通道 让制毒窝点里的所有人员撤离了现场 这种情况 他宁愿前受损失 不愿意让这些人落网 他们主要是掌握了核心的技术 就制造这个收大货车最核心的技术 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 当另一组民警赶往三名的制毒窝点时 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不断运转的制毒设备 弥漫在窝点的酸臭味道 证明他们刚刚离开 民警与胖子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宣告失败 那当时我们非常沮丧 说实话 因为我们的目击是还想再继续扩大这个战果 那结果发现在这个路途当中 不小心把这个暴露了 那我们当时心情是非常沮丧 我们回来的时候是一句话都没说的 在车上 心情非常沉重 民警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 他们面对的是极其难缠的对手 是一帮高度组织化 职业化的犯罪人员 大家意识到胖子团伙 长期辗转多地 密谋制毒 必然有一整套方案来逃避打击 就一个是迅速撤离 非常快的迅速撤离 然后什么东西该怎么收 他事前他都有 都有一个都已经算好了 都已经想好了 然后万一我这边出事了 公安来查我 那我要怎么去 洗脱我自己 不让公安查到我这边 就是说他会提前 他都有个议案说 让别人来顶罪 事前他们都先说好了 所以说这个人挺难对付的 除此之外 胖子还有一个特点 除了身边的少数亲信之外 胖子从不相信任何人 他独来独往 行踪不定 甚至连他的一些高级麻仔 都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 比如说他下面有六个麻仔 他下面这六个基石 他骨干 他的团队 他的一个团队 那其实这些人 他们相互之间都不是很熟 都只知道对方的外号 胖子他也从来不会提前 把这个他要去哪里 这个行动跟他们提前说 对于警方来说 独销胖子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尽管第一次行动受挫 不过侦察员们坚信 赌徒一般的胖子 绝不可能就此收手 那我们专案组获取这个信息以后 那我们当时是刚好是 挂了台风我们这边 然后所有的这个机场 全部都已经停飞了 都不能飞 那我们专案组也是 也是警情就是命令 那我们专案组成员 也就跑到更内地的地方 我们当时是跑到江西 这是一起侦察时间 超过一年的特大案件 这也是迄今为止 从组织指挥 侦察思路 到信息研判 都堪称经典的 一起进度案件 其犯罪手段之猖獗 涉及地域之广 缴获毒品之多 极为罕见 1125禁毒报告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时隔不久 胖子的冬季出现在了陕西宝基 那一天 正至2016年的中秋节 在何家团圆的日子里 佛见警方联合陕西的民警 悄悄对胖子进行了根控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胖子仿佛有一副 异常灵敏的狗鼻子 如此秘密的行动 竟然还是被他嗅到了 他根据嗅到的这一丝痕迹 然后就认为他有可能存在危险 有可能又被钉上了 然后随后就又顾忌重演 所以当时我们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现场已经没有嫌疑人在 当时那些生产这修大本命中的这些原料 然后这些设备都全部还在那边 那当时我们就认为说 这次又泡汤了 虽然胖子团伙再次逃之夭夭 但是陕西警方根据少量线索 组织300名警力 在宝基市进行了地毯式排查 终于发现了胖子的生产场点和仓库 当警方赶到制度窝点的时候 所有民警都大吃了一惊 当时以为在很偏的一个什么商里 什么地方 结果一看就在一个大马路旁边 然后一条小岔路走进去 就是一个工业区了 当我们打开门进去的时候 眼睛都睁不开 因为那个组带门中又迷失辣椒水 眼睛都睁不开 就奇怪了 他怎么敢敢敢敢在市区内 基本就始于郊西哥市区的这个结合部 也许在独消胖子看来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以为自己可以满天过海 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之毒 但是精明的他还是忘了一句老话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为了彻底铲除胖子团伙 公安部进度局于2016年11月2日 在北京组织福建贵州等六省召开了1125案第四次协调会 研讨制定出了新的真控方案 在这个方案当中制定了严密的纪录 然后确定了详细的措施 然后力争让这次再不让他逃脱房 胖子团伙虽然多次躲过了公安部门的打击 但每次与警方过招都让他损失惨重 这使得他们急于回本 对制毒贩毒越发疯狂 不久 专案组发现胖子的几个马仔 在贵州同任一带活动频繁 他们不仅经常更换手机号码 还频繁改变住处 贵州专案组经过缜密真控和秘密摸牌 迅速锁定了胖子刚刚设置的制毒场点 同时湖南警方也排查出了胖子设在李灵市的另一个制毒窝点 敏感的胖子好像又嗅出了异常 他这时候已经被杀了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已经杀了有个风吹草动 他自己也开始吓自己 就好像走一夜路 碰上野猫 他自己认为碰上了鬼 但实际上这时候 他处于这种一个高度的紧张状态 当时警方刚刚查到胖子的制毒窝点 对制毒工厂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那么什么时候对胖子动手 才是最佳时机呢 当时其实因为收完的时机其实当时还不算是很成熟 因为我们当时只知道这个窝点一个大概的位置 那这窝点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 只知道是大概在一个范围 但是里面 这个窝点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那其实我们对这些具体情况我们是不了解的 不过 面对老摩深算的对手 1125专案指挥部 在经过了再三权衡之后 还是果断决定收网 那么弃场逃跑的时间 有可能就在几个小时以后 我们不会再给他这个机会 我们就随随即就决定 四个省联合同时 2016年11月8日 在公安部禁毒局统一指挥下 福建龙岩 贵州同仁 湖南诸州三地公安部门 迅速行动 同时对胖子团伙展开抓捕行动 它那个窝点是在一个山上 非常高的山上 这条路一直上去 那后面就要进窝点的时候 结果我碰到这个突发情况 就是这个大门 他们用一个铁门 很大的铁门 把整条路给锁住了 那我们车开不进去 面对突发状况 侦察员们集中生智 那当时我们就用这个装甲车 直接把这个门轰开 等我们轰进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四上逃跑了 真的跑到一个 窝点上当时也是一个人都没有 胖子的多疑和敏感 再一次派上了用场 不过这一次 专案组已经做好了预案 那当时我们赶紧说 专案组赶紧是组织人员 把这座山全部给封起 就能走的这个 这个几个路口 我们全部封掉 然后进行收山 后面终于抓获了 他们这几个 几个比较骨钢的成员 当时我们抓他们的时候 它窝点上也是还在生产这个东西 也是还在生产这绣带本饼铜 最终 警方在贵州的深山底 捣毁了胖子的制毒场点 缴获绣带本饼铜20吨 在湖南省 捣毁了另一个制毒窝点 缴获绣带本饼铜10吨 这次行动 使胖子的团伙成员 悉数落网 那抓获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 终于胖子是露出了这个卢山真面目 这个案子终于说可以说告一段落 你说正义啊 有时候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那么作为基督警察 我们也想证告这些毒贩 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真控 1125系列大案 大获全胜 完美收官 从领导 重视程度 到地方正从 确实是非常高 光开案件协调会 专案协调会 我们就开过四次 当时是确实没想到能够打在全国打二十几个点 前案缴折后 那么大的制毒物品 抓那么 将近两百人的放在协调 我当时肯定 肯定没想到 能够进行到 完美到这种程度 我想的这个1125案件 应该说从案件 开始限索发现 到整个案件破获 一个是本身的成效比较明显 就是破了一系列的案件 同时的通过这个案件的侦查 会推动我们整个禁毒工作 1125系列案件 是公安部禁毒局 组织多地公安部门联合行动以来 参战省份最多 打掉制毒场点最多 抓获毒贩最多 案情最为复杂的 众特大案件 在全国十四个省区市的共同努力下 成功实施了23次收网行动 共捣毁 制造储存麻黄剪 袖带本饼铜的场点28个 打掉了九个独销级人物 可以他们为核心的 特大制毒网络 抓获犯罪嫌疑人194人 缴获麻黄剪24.6吨 袖带本饼铜151.6吨 及大批制毒设备 1125案 不仅仅侦办时间超长 取证范围超广 也是出警次数 和运用警力最多的 特大案件之一 案件侦破后 一位长期领导 禁毒工作的老公安 感慨万千 他说 这已是迄今为止 从组织指挥 侦查思路 到信息研判 都堪称经典的案件 这个案件我们付出了很艰辛的努力 因为它时间很长 历史整整的一年 第二是它设计了14个省区 要统合这14个省区各个警种专业部门的力量 实现对这些目标的长期的侦控 需要我们很多的基层民进的加入 我们这个案件 我们投入的警力将近上千人 去年的一年 我们国内的脚货 毒品的脚货量 整整地下降了20吨 所以我们觉得 基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和意图 经历过这样一个重大案件 打掉这么大一个团队 我们说一方面我是非常高兴 铲除了一个社会主流 但另一方面我们心里还是很沉重 整个这样一个毒品泛滥的这样一个环境 仍然让我不敢掉以轻心 习总书记他都说 毒品一直不全 我们一直不受病 尽管案件侦破硕果累累 可对于基督民警来说 这种高效的工作模式才刚刚开始 只要毒苗没有被根除 他们就会奋战到底 一切都为了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